俄罗斯提停战条件了 联大紧急通过和平公式 俄乌冲突一周年被改变的事件 当地时间2月23日 联合国大会继续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在当天的会议上 联大以141票赞成 7票反对 3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75国共同提交的和平公式决议草案 该草案强调在乌克兰寻求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全面 公正与持久和平的紧迫性 此前 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指出 如果在没有取胜的情况下停止军事行动 俄罗斯将被撕得粉碎 他表示 如果美国停止向基辅提供武器 冲突将会结束 风云变换中 俄乌冲突近已一周年了 从冲突双方的情况来看 无论俄罗斯的资源也好 本身预设的目标也好 谈判肯付出的代价也好 俄乌双方民众持续战斗的意志也好 其实都没有枯竭 也没有出现一方已经完全无法继续战斗下去的情况 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向美日经济新闻 美经头条记者分析指出 俄乌冲突短期内不可能在军事上分出胜负 只要还能打下去 那双方的目标也只能在冲突前线上去获得 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二战后欧洲最激烈的军事冲突拉开了序幕 这场冲突打破了冷战后欧洲相对稳定的安全格局 造成了俄乌双方大量的人员伤亡 并对全球的能源和粮食格局造成剧烈冲击 一年后的今天 冲突仍不见终结的希望 反而有持续升级和长期化的趋势 丁纯指出 俄乌之外 论损失欧洲首当其冲 其在这一年来 安全环境 地缘政治局势严重恶化 不管愿意与否 欧洲已被卷入这场冲突 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反俄挺污的 所以要接收难民 财政资助 军事援助 此外 欧洲还需要忍受俄罗斯反制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 通货膨胀等问题 以及其对本国经济 产业 民生形成一系列的打击 就在欧洲因能源脱额面临长期性 结构性的经济挑战的同时 美国的能源企业却赚得丰厚利润 又逐步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主要能源供应国的趋势 军工复合体迎来大额订单 股价暴涨 美国伤及欧洲利益 引发欧洲多国强烈不满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向美金头条记者表示 美国的确在这场冲突中获益最多 这折射了拜登政策对俄罗斯采取离岸平衡战略的高明之处 在王文看来 美国对俄采取的离岸平衡战略奏效 不费一兵一卒 仅用数百亿美元就实现了以乌制俄 以俄压欧的三角平衡局面 此外 美国还获得了军工集团的经济利益 以及长臂管辖 没收俄罗斯海外资产的非法利益 从隐形层面来讲 俄乌冲突重新激活了北约 提升了美国对盟友的领导力 而从现实层面来讲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和能源供应商 在冲突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丁纯向美金头条记者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 打破了冷战后 欧洲相对稳定的安全格局 也让许多北约国家 从裁减军事开支的和平红利中 幡然醒目 开始将国防安全提升为优先事项 对于增加军费的北约国家而言 开支的很大一部分流向美国的军工企业 俄乌冲突爆发后仅三天 德国总理舒尔茨 发表了时代转折点演讲 一改冷战后 长年忽视联邦国防军建设的政策 承诺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 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 这是多年来美国对北约盟国要求的基准线 2022年7月 德国新增军费的第一批支出 就是向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订购35架F35战斗机 总价84亿美元 在北约的框架下 盟国购买美国武器 也就是用经济利益的输送 换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 否则的话 美国也不会做这种赔本买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董一凡 向美金头条记者指出 靠近俄罗斯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对自己的安全形势更加焦虑 冲突爆发前 波兰已经开始向美国 订购250辆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总价高达60亿美元 冲突爆发后不久 波兰宣布了将军对扩大一倍以上的计划 并加快购买武器 规模之大 让分析人士担心其财政是否会被拖垮 2022年5月 波兰国防部长签署 从美国购买500套M142自行火箭炮 海马斯的计划 几乎等于洛克希德马丁此前生产的数量总和 海马斯 弹簧刀无人机等美国援助武器 在乌克兰战场上可谓一战成名 这场实战也为美国推销自己的武器 提供了绝佳的广告 同时 西方国家对俄制裁 也打击了第二大武器出口国 俄罗斯的出口能力 为美国和西方军事工业争夺市场份额 创造了机会 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杰西卡路易斯表示 美国将通过资助和军事培训等方式 鼓励东欧的盟国逃换遏制武器 转而采用美国武器 出提升军备以外 美国及其盟友也需要补充原污后下降的军火库存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国家在背后的支持 特别是军火支持 这毫无疑问会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带来大量的利润 丁纯告诉美金头条记者 据美国国务院1月25日发布的数据 在2022财年 美国政府向外国政府出售的军火规模达519亿美元 同比增长49.1% 政府批准的直接商业军售合同总价值达1537亿美元 同比增长48.6% 美国国务院称 此类军售大幅增长主要源于俄乌冲突带来的合同 负责政府兼武器交易的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局长詹姆斯·赫尔西 在2022年10月表示 他预计盟国补充下降库存的采购 会让美国军售在未来三年里持续增长 在冲突爆发前 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 占欧盟总进口量的约40% 冲突爆发后 欧盟铁了心要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在欧洲满世界寻找天然气替代来源时 美国趁机补位 对欧液化天然气出口大涨 在欧洲气价创进录之际赚取了高额利润 一方面 欧洲主观的希望通过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获得相应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 在俄罗斯反制裁下 欧洲被迫短期内要寻找新的能源来源 从美国进口了大量价格高昂的LNG 被美国赚取不易之财 丁纯告诉美金头条记者 据彭博社的统计 美国2022年的LNG出口一月而上 达8120万吨 与卡塔尔并列世界第一 据路透社 美国2022年出口的LNG有69%运往了欧洲 而2021年这个数字还只有35% 2022年欧洲天然气平均价格为40亿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 但美国的平均价格仅为7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 巨大的价格差带来了利润飙涨 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 2022年前三季度 美国的LNG出口收入为350亿美元 2021年同期为83亿美元 大涨322% 实际上 如果不是2022年6月美国第二大LNG终端自由港遭火灾 美国早已拿下LNG出口量世界第一的位置 分析师普遍预计 欧洲能源危机远未结束 未来对美国LNG的需求还会增长 而美国能源企业正在快马加鞭的扩大产能 预计今明两年将有三个大型LNG设施投产 由于欧洲摆脱俄罗斯天然气 美国LNG在欧洲能源安全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2022年 欧洲进口的LNG有40%来自美国 随着自由港恢复出口 卡尔克苏通道继续提高产能 以及更多工程投产 我们预计将会有更多美国LNG抵达欧洲能源咨询公司 U-MACAT分析指出 在天然气之外 由于欧盟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实行禁运和限价等制裁措施 美国对欧原油出口也大涨 据之商所数据 2022年美国对欧出口的原油达到了175万桶每日 较2021年上涨约70%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 2021年欧盟有25.8%的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 其次为挪威和美国 但到2022年第三季度 俄罗斯的占比已经降至18.3% 美国则升至10.8% 超过挪威排名第二 谈及俄乌冲突的外意影响 丁纯认为欧洲毫无疑问是首当其冲的 对欧洲来讲 冲突打破了他原来安全的地缘态势 极大地影响了地缘政治布局 而且这场冲突使得欧洲难以抽身 既没有办法放手 又实际上很难看到短期的一种所谓胜利 他向美金头条记者进一步指出 欧洲在这一年来 安全环境和地缘政治局势是严重恶化的 不管愿不愿意 欧洲已被卷入到了这样一种冲突当中 需要忍受俄罗斯反制裁带来的能源危机 通货膨胀等问题 对本国的经济 产业 民生形成一系列的打击 据欧洲智库布鲁盖尔2月的最新评估 自能源危机出现的2021年9月起 为减轻高价能源对企业和家庭的冲击 欧洲国家欧盟 英国和挪威波华的财政支出高达7680亿欧元 规模超过了欧盟的新冠复苏基金 从俄罗斯天然气进口 占比达50%的德国拿出的钱最多 高达2650亿欧元 创纪录的能源价格 对欧洲的制造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对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的化工和钢铁等产业而言 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大量企业减产 关停 转移产能 不少专家甚至发出了欧洲面临新一轮 去工业化浪潮的警告 而能源价格低廉 又通过通胀削减法案 补贴新兴制造业的美国 对欧洲制造业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回顾历史 1973年 来自苏联的红色天然气 首次通过管道抵达西德 开启了俄与西欧之间 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能源贸易 此后 俄罗斯廉价稳定的天然气 通过庞大的管道网络 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 奠定了德国 意大利等国工业生产和居民用起的基础 近半个世纪后 2022年9月26日 俄罗斯直接向德国输器的 北溪一二号管道同日发生爆炸 成了俄欧能源共生关系 走向终结的戏剧性象征 而欧洲也为放弃俄罗斯能源 付出了沉重代价 即使在冷战年代和2014年 克里米亚危机期间 俄罗斯对欧输器大体保持了稳定 此番欧洲决定脱俄的决定 折射出欧洲对能源和地缘安全的思考 已经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正如欧盟所言 能源制裁的目标是给俄罗斯 造成尽可能大的经济损失 以遏制其军事行动 过去欧洲的能源观念 还是以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益为主 但现在已经将俄罗斯 彻底看作了敌人或者说安全上的威胁 敌人安全和价值观至上的政治氛围 是欧洲决定切断 与俄罗斯能源关系的原因 董亦凡向美金头条记者表示 经过2022年的混乱之后 欧洲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大幅回落 但欧洲的能源困境远未结束 董亦凡认为 当前的天然气价格 虽然已经降至一年半以来的新低 但仍然是疫情爆发前价格水平的数倍 而欧洲自身 以可再生能源补充的潜力依然有限 未来将面临长期的成本压力 并承受国际LAG市场的波动 能源区额化给欧洲经济带来的挑战 是长期性和结构性的 董亦凡表示 虽然俄罗斯初期想要通过闪电战的方式 拿下基辅的尝试失败了 但经过一年的战事 俄罗斯在土地上仍然可以说斩获颇峰 2022年9月底 在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通过攻投 并入俄罗斯联邦之后 冲突爆发前 俄罗斯控制的东部区域 与南边的克里米亚半岛连成一片 亚素海成为俄罗斯的内海 俄罗斯在与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强大对手的对峙当中 虽然初中期经历一些军事挫折 但俄罗斯逐渐稳住了阵脚 后续在巴赫木特等地 取得了一定的军事进展 甚至取得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 这显示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 动员人力资源 经济资源 战争资源的强大能力 英传向美金头条记者表示 但俄罗斯肯定也不是赢家 对于俄罗斯而言 为军事行动付出一定经济代价 是早已有心理准备的事情 在经过西方九轮制裁 特别是对其经济命脉 化石能源的禁运与限价 金融机构被提出SWIF系统之后 俄罗斯官方给出的 2022年GDP降幅为2.5% 彭博社的数据为3% 都远低于西方世界的最初预估 通胀率为13.8% 也并不比西方主要经济体高出太多 相比之下 乌克兰经济遭到的损失极为严重 2022年GDP下滑了30.4% 从整体上来看 俄乌冲突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 没有大家预料的这么大 因为俄罗斯此前为摆脱在金融和技术上 对西方的依赖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也很果断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 副研究员陈宇对美金头条记者分析指出 自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 西方对俄实施了一系列制裁 俄罗斯开始有意识地通过降低外债 控制支出 累积外汇储备和金融体系去美元化等手段 加强经济和金融体系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 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实行了股市暂停交易 外汇管制 天然气卢布结算等措施 以稳定金融市场 此外 尽管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出口 实施了一系列制裁 但生效时间上有缓冲 且国际油气价格飙涨 俄罗斯2022年的油气收入反而有所增长 高达11.6万亿卢布 为经济提供了强劲支撑 2022年的联邦预算收入增长10% 达27.8万亿卢布 但从今年来看 俄罗斯整体经济形势要比2022年有所恶化 因为能源价格已经下跌 而且俄罗斯与其传统能源市场 在各方面的链条都断裂了 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恐怕不会特别好 陈宇向美金头条记者表示 油气收入对俄罗斯经济至关重要 2021年贡献了45%的联邦预算收入 冲突爆发后 外界的关注点集中在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上 但实际上俄罗斯经济对欧洲市场的依赖有过之而无不及 2021年俄罗斯出口的原油和天然其中 有超过60%都卖给了欧洲 随着欧洲加快能源结构去俄化 以及对俄海运石油限价措施生效 俄罗斯自2022年10月开始 已经体验到了量价奇跌带来的能源收入下滑 据俄罗斯财政部数据 而1月油气收入同比下降46% 而受军事采购推动 政府支出同比大涨59% 导致该月预算赤字达到约250亿美元 分析室推测 俄罗斯今年的预算赤字可能高达732亿美元 约为GDP的3.8% 比额财政部设定的2%目标高近一倍 董一凡告诉美金头条记者 俄罗斯能源市场的未来趋势是面向亚洲 但是短期来看 这样的调整还面临很多技术上的挑战 包括管道的铺设 以及欧美通过船运保险机制 来限制俄罗斯原油出口的影响 短期的财政紧张并非冲突 对俄罗斯经济冲击的全貌 最关键的是 长远来看 俄罗斯发展所需要的科技和资本中 来自西方的部分 应该说是完全被切断了 这对俄罗斯的长期发展 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陈宇表示 尽管俄乌两国已经为冲突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但双方并没有终止冲突的意向 从冲突双方的情况来看 无论俄罗斯的资源也好 本身预设的目标也好 谈判肯付出的代价也好 俄乌双方民众持续战斗的意志也好 其实都没有枯竭 也没有出现一方已经完全无法继续战斗下去的情况 丁纯对美金头条记者分析指出 所以俄乌冲突短期内不可能在军事上分出胜负 只要还能打下去 那双方的目标也只能在冲突前线上去获得陈宇认为 俄罗斯近期的战略目标是拿下整个顿巴斯地区 而在西方援助的主战坦克逐步到位之后 乌克兰也有可能在南部平原地区发起反击 未来几个月 俄乌双方会在战场上打得更激烈在陈宇看来 冲突的爆发意味着欧洲后冷战时代秩序的终结 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和安全问题上彻底撕破了脸皮 整个冷战后试图建立的欧洲相对安全的架构 应该说是已经丧失殆尽了对于终结冲突和谋求长久和平 丁纯则特别强调欧洲未来不应该将俄罗斯排挤在欧洲秩序之外 冲突没有赢家 特别是对直接参与的双方来讲 如果欧洲把俄罗斯变成一个弃儿 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永久和平的 所以大家都应该尽可能的从经济和民生损失的角度去劝和促谈三阶段回顾一年冲突 搅动全球的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近一年 目前仍然看不到终结的曙光 双方目前在和谈的前提上互不退让 都在蓄力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势 希望以战场成果来奠定未来的谈判基础 按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丁小兴的分析 近一年的俄乌冲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22年2月24日至4月中旬 俄军从北、东、南三的方向进入乌克兰 试图以闪电战的方式攻下基辅 但因后勤补给问题被迫从基辅周边撤出 在第二阶段从2022年4月中旬持续到9月 俄军将重心放在乌克兰东部 接连拿下马里乌波尔 攻克北顿涅茨克 将乌东与南部连成一片 直通克里米亚 亚素海成为俄的内海 第三阶段从2022年9月初至今 9月初乌军发起反攻收复大片领土 9月下旬普京发布了部分动员令 征兵30万 10月初乌东四周在攻投后正式并入俄罗斯联邦 10月8日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随后俄队乌全境的电力设施连续多日打击 导致乌全国性电力危机 11月9日俄宣布从赫尔松撤出 这是冲突爆发以来俄方的最大挫折 中文字幕并非评论者 时语道小达 中文字幕并非评论者 时语述 你俄颗